被同学欺负的女生居然获得了一部能够删除人的手机 一键将欺负自己的人删除后 他又把目光放在了周围的老师和同学身上 大家好,欢迎来到聚集地 上集说到,小琼被校霸同学堵在厕所里欺负 愤恨的小琼直接用相机删除了欺负他的校霸 小琼还想删除掉学校的其他人 但同学阿彤及时赶来制止了他 阿彤看见了他删除校霸普罗塞的那一幕 更是知道了这个恐怖的消失相机 不过他并没有举报小琼 而是先帮小琼隐瞒下来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方法将这些消失的人都给找回来 但为了防止小琼继续犯错 阿彤暂时替小琼保管了相机 相机就这样转移到了阿彤手里 阿彤的姐姐也是离奇失踪者的一员 以前阿彤总是跟着妈妈做祷告 祈祷姐姐能够平安回来 可现在她才知道 姐姐或许就是被这手机给删除掉的 另一边的阿彤在晚上醒了过来 却发现家里乱成了一团 就在阿彤疑惑是谁闯进来了时 却被神秘人一拳打倒在地 并逼问阿彤是手机在哪 但阿彤却什么也不知道 反手和神秘人打了起来 无意间扯掉了神秘人身上的项链 管家听到了打斗声 神秘人不想把事情闹大 于是飞快地跳窗逃跑了 第二天晚上 小琼就给阿彤打来电话 他让阿彤把手机带来 因为有个神秘人发现了他做的事 并威胁他 如果不交出手机 他就将此事公布于众 小琼是真的慌了 没有主意的他 只能是按照神秘人要求 前往了约定好的交易地点 不过 等两人见面时才发现 小琼身上根本就没有相机 而也就在这时 受到消息的阿彤终于赶到 虽然他手里拿着相机 可神秘人却绑架了小琼 让他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没有办法 为了解救小琼 阿彤只能将手机扔给对方 然后趁机带着小琼赶紧跑路 不过可惜的是 无论两人怎么逃跑 始终是没有神秘人的速度更快 几人很快争斗了起来 阿彤直接摔到了楼梯之下 小琼刚想上前帮忙 可就在这时 神秘人已经按下了快门 看着消失的小琼 阿彤是彻底傻眼了 但就在对方要将他也消除时 艾姆却在此时赶了过来 原来自从女友莉莉失踪后 她就知道相机落到了别人手里 神秘人不敢把事情闹大 赶紧火速离开了这里 艾姆是小琼嫂子莉莉的情人 她怀疑莉莉的失踪和小琼家有关系 便把小琼和她的阿图哥哥调查了个底朝天 发现小琼学校有个叫普罗赛的女孩也失踪了 她便把怀疑的目光对准了小琼 艾姆本来是想到学校找小琼问个究竟 谁知小琼竟然被神秘人给删除了 但就在两人回到学校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那个被删除的小霸普罗赛 竟重新出现在了大众视野里 而这个出现的节点未免也太过巧合 或者换一句话说 小琼删除了小霸 小霸从此就消失了 而神秘人又删除了小琼 那么小琼消失后 他所删除的小霸也就回来了 顿时两人似乎找到了相机的秘密 不过与此同时 更大的疑惑却迎面而来 如果按照同样的理论 那小琼小事后 是不是被他删除的莉莉也就能回来了 然而当艾姆联系莉莉时 对方依然是处于失踪状态 难道是众人分析错了 又或者说 莉莉并不是被人给删除的 而也就是阿童接下来的一句话 艾姆顿时明白了整个真相 据阿童所说 她在和神秘人争斗时 对方竟意外掉落了一个助听器 而在所有人中 既能接触到消失案 还带着助听器的人 其中就只剩下了一个 那就是负责整个案件的刑警队长了 里边的阿童找到了项链的主人 这人曾和一个化疗少女小娜合照过 照片上 她就带着神秘人留下的那条项链 她骗小娜 她捡到了她朋友的项链 让对方给她递之 她送过去 可惜她见到小娜后 小娜说 她朋友已经失踪很久了 阿童只好坦白自己的来历 向寻问手机的事情 小娜却摇头不语 但她的眼神还是出卖了她 在阿童的再三追问下 小娜这才松了口 她让阿童去找她朋友的爸爸 朋友失踪后 她爸爸也来问过 关于手机的事情 然而 就在这时 她接到了一通神秘电话 时间回到莉莉失踪的当晚 莉莉半夜三更偷偷睁眼 看老公睡着没有 确定她睡得很死 她便穿着衣服 准备出去见情人 莉莉给艾姆打去电话 可现在太晚 艾姆早已睡觉了 她只能开车前往艾姆家 路上 她被一辆警车逼停 莉莉刚打开车窗 警官就猛地给了她一拳 等莉莉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被警官锁了起来 警官知道 是莉莉删除了克莱尔 所以她绑架了她 并让她说出手机的下落 可那个手机被小琼给偷走了 莉莉根本不知道手机在哪里 警官气得直接朝她脚上开了一枪 然后让妻子看守莉莉 她则去莉莉家寻找手机 她离开之后 莉莉在电视上看到了她的老公 阿图在电视上发布她的寻人启示 还称自己一定会找到莉莉 莉莉无比感动又无比愧疚 阿图对她这么好 她却和艾姆在一起 莉莉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 毕竟她肚子里还有艾姆的孩子 前段时间 莉莉在超市碰到了一个女孩 她拿出手机让莉莉给她拍张照 但莉莉按下拍照见后 女孩竟然一秒就消失了 这个女孩是警官的女儿克莱尔 她发现了手机的神奇作用后 便用手机帮助了很多癌症晚期患者 无痛死去 可有天她的闺蜜也请她帮忙 这让她感到痛苦万分 化疗少女是克莱尔最好的朋友 她不想让化疗少女死掉 但也舍不得看她继续痛苦下去 于是这一幕被克莱尔妈妈看到了 她这才知道 这段时间失踪的人是怎么回事 妈妈让克莱尔不要再这样做 克莱尔虽然是在帮助人 但要是被人知道 她就会被当成杀人犯 克莱尔痛苦不已 她沉浸在失去闺蜜的悲伤中走不出来 几天后 她留下一封信就离开了家 警官和妻子找了她很久都没找到 最后 他们通过监控锁定了她的位置 她在一家超市 可进去后就没有再出来 只有莉莉拿着她的手机离开了超市 莉莉开始尝试和警官的妻子聊天 希望对方能把她给放出去 可对方的一番话让她彻底死了心 克莱尔被删除后 被她删掉的人都回来了 所以只要把删掉克莱尔的莉莉给删了 那克莱尔也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莉莉绝望至极 她听到警官给她妻子打电话说 手机找到了 这意味着她活着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她决定想办法自救 晚上 她找到机会就攻击警官妻子 并将对方给锁在床上 随后她忍着脚上钻心地通跑了出去 莉莉逃到一家超市 才终于接到手机给阿图打去了电话 得知位置的阿图立即开车去救莉莉 但在她之前 警官也赶到了这里 虽然莉莉看到监控后及时逃走了 可警官也通过监控锁定了她的位置 与此同时 阿图也来到了超市 她和警官都在寻找莉莉 两人谁会先找到她 最后 警官先手一步找到了躲藏在仓库的莉莉 莉莉彻彻底崩溃 她祈求警官放过她 可警官已经把摄像头对准了她的脸 这时的阿图终于看到了莉莉 但她在房间外面 根本无法阻止这一切 所以 她只能一眼睁睁 看着莉莉消失在她眼前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记得订阅聚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